好 接下来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大家现在都听完这个台风 有可能对于台湾来讲会有一些直扑的影响 我们就先从云图上面来看到 目前杜苏瑞台风的台风也还不是非常的清晰 主要来说是因为它现在还在一个整合的阶段 但是因为它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它的发展 因此也不排除台风会持续的来增强 未来靠近台湾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来到中台的上限 甚至不排除有机会来到墙台 那么台风现在目前的位置 我们从下一张图带大家来看到 好 在今天的上午杜苏瑞台风 是在俄罗安比的东南东方 大约1430公里的海面上 并且时速非常慢 是九转六公里朝着西南西转西北西的方向 来移动前进 那它目前的暴风半径大约是在100公里左右 而它现在也还是在青台的等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 因为寄到了周一它就会来北转 到时候它北转的一个角度 对于台湾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了 要是稍微北转的角度幅度比较大一点的话 对于台湾的影响会比较小 但要是到时候它是以目前这个路径来看的话 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那么至于各国对于台风的路径 其实在这一两天也做了相当大的修正 我们可以看到包含像是加拿大日本英国欧洲的预测路线呢 台风都很有可能会直扑台湾而来 因此对于台湾的影响真的是不容小觑 我们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先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接下来台风影响台湾的几个时间点 我们从下一张图来看到 今明两天感受起来天气状况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到了下周一台风开始北转 到时候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越来越明显 而现在预估到了下周二将会是台风开始影响台湾的时间点 所以气象局也预估不排除在周二 就有可能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 至于会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呢 现在还要持续来评估 那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从下周二开始 它的外围环流就会为台湾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在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这个雨势会下得比较明显比较大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台准备 好 为你整理一下气象小叮咛了 今天整体而言呢还是受到高压影响 天气状况呢相对稳定 但是午后会有热对流 也不排除会下雷震雨 雨势偶尔也会下得比较大 要特别流星 而另外就是台风了 台风呢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北转之后 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点 也就是说呢到了周二呢 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预计周二周三周四这几天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 全台都有可能会感受到雨势甚至是风势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咯 那么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你做参考 哈喽我是一锦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